好 今天我们要做一个3D骰子 那在我们的课程里面呢 这里有一个3D骰子制作 点进去点选这个网站 那我们就会看到有一个叫 boxes.pi的这个 我们点选盒子 这边会有一个封闭盒子 点选进去之后呢 我们直接到封闭盒子设置 它的宽跟高 我们假设我们现在 因为我们的尺寸呢 其实是30公分乘20公分 也是300乘以200mm 那所以呢 我们要考虑到 它生成的样式是长怎样 生成的样式是长 我们先假设 先假设它是50公分 50mm乘以50mm 再乘以50mm 那这个厚度呢 因为我那个厚度是2mm 所以我们把它生成一下 生成网我们来看一下 哦 因为它是长这样子 那它的宽度就是100mm而已 那这样子做的话 对我们那个板子有点浪费 因为我们的板子是200乘以300 所以我们现在再修改一下 我们这边改成60看看 好 再生成 再看 这个时候我们把它另存 到我们的桌面 然后我们用inscape打开 然后我们用inscape打开 好 我们把它打开 我们这边改一下 这边第一个我们的检视都要改成 minimeter 这也是要minimeter 那我们的板子的大小 是300乘以200 好 关掉 还有蛮大的空间可以做的 所以其实还可以继续在 再变更 那我们把它往上移动一下 其实这个装得下 好 现在我们把下面这一个标示删掉 好 那第一个我们要先把它做一个图层 这个图层我们把它写成叫做雕刻层 切割层好 我们把这一个图呢 放到切割层下 上面去 好 这是切割层 那再做一个雕刻 那我们来画圆 我们先画一个圆 那发现它的宽跟高不一样 那我们就把它设成5050好了 那它是只有这个框没有填充 再置 那你现在看到 如果说看这个画面上好像不是圆 那不要怀疑 那我们这个 荧幕有可能不是圆 不是 正方形的 有可能是矩形的荧幕 那我们再把它再置一个 好 要我们用对齐的工具对齐一下 好 那其他依此类推 好 这我先跳过 好 我们现在已经画好了 而且确定每一个都是正元 这是正元 好 这时候就把它存起来 存档 然后呢 要确定一下 我们现在是不是有分切跟割 这是刻的 然后我们雕 刻 好 没有问题了 我们把它存档 Closebox 然后我们把它打开 我们这个关掉再重开 我们这边要依图层分 我们分切跟割的图层 然后我们点一下 然后我们先扫描一下 好 那我们现在把这一个移下来 然后我们准备切跟割的参数 割的部分是3mm 这个等一下要调 刚刚已经调35还是不行 所以我们再调30 30就好了 然后刻的部分呢 刻的部分我们还是维持原来这样就好了 好 我可以 刻的部分我们可以 用木头 然后让它 轻一点20就好了 好 那我们按 直行 那这个切的部分要注意 因为我这个只有2mm 如果我刚刚选这个3mm的内建的话 它是45mm 会烧掉 所以我们选到30 现在开始 6分20秒 我们就要让它烧路 看看状态怎样 好 我们刚刚烧 好 我们刚刚将3mm 这个3mm 调到从45 调到30 以为这样可以成功 结果也是烧烧焦 它切割的部分也是烧焦 因为废基木它 边缘很容易着火 所以我们在 在这一个部分 我们要再往前调 调大概10的部分 让它快一点 我们再做一次切割 好 我们现在切割好 就长这样子 还算不错 还完美的 那 所以我们的建议就是 如果切飞基木要注意 切割的速度要稍微快一点 那功率呢 你看我们3 我们这边 原来的3 原来的3mm 我们只有2mm 我们以为改成3分之1 30就好 其实速度也要跟着 变 变 变快一点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它们两个之间呢 理论上会应该是 有一个 功率的问题 就好像这个功率呢 功率它的原始定义是这个 但是它又可以乘以F乘以V嘛 那这个雕刻的力度 就等于P再除以这个V 所以我们刚刚 这个减小 这个也要加快 你看我们怎么做起来 效果还不错 这是3D的骰子 好 就这样子